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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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張大哥 今天的科目是 介紹 WE26的ECU 到底放在什麼位置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WE26的副駕駛座 膝蓋護板 ECU呢 是藏在這裡面 那怎麼樣 取出這個ECU呢 首先 我們必須要把 膝蓋的這個護板 一定要拆下來 它有三顆螺絲 長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螺絲 它是 十字的 三隻都是十字的螺絲 那位置在哪裡呢 第一隻螺絲 第二隻螺絲 第三隻螺絲 把這三隻螺絲拆下來之後呢 我們這整個 護板就可以 往下 往下 然後呢 往外 往下 往外就可以拿起來了 好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 膝蓋 副駕駛座的膝蓋護板 已經拿 已經拿下來了 拿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拿起來 把這個膝蓋護板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看到 右邊這邊 車門右邊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飾板 這個飾板怎麼樣拿呢 往外 往外 往外這個 這個角度就可以拿起來了 因為它是靠 三個那個 那個彈簧扣 扣住的 我現在把它拉出來 好 我拉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 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 W126 ECU的位置 那這個ECU呢 怎麼樣把它拿出來呢 直接 往上 往上 往上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 我現在已經拿出來了 現在我們看到了這個 就是 W126的ECU 好 報告完畢 去的是 那邊 我們要看 得到 我們 是